为了打造一份既符合全民需求 也迎合国家财务状况的2019年度财政预算案 财政部从这个月起 透过几个专案小组共同讨论 拟出一份最合适的预算案 财政部部长林冠英被部文告宣布 该部邀请来自政府部门 非政府组织 专业团队 以及各领域代表参与讨论 林冠英透露 他昨晚就主持了专案小组的首次会议 会议上主要讨论 如何改善联邦政府的财务状况 所提到的方案就包括 如何让政府的收入更多元化 如何有效管理政府开销 以及偿还超过一兆令吉的国债 尽管面对庞大的国债 但联邦政府还是计划将财务赤字减少到2.8%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政府成立了两个新的委员会 公共财政委员会 以及税务改革委员会 公共财政委员会将由财长本身领导 成员包括经济事务部部长 以及国家银行总裁 另外为了集思广义 提成一份好的预算案 财政部也将从明天8月30号起 直到9月30号通过特赦网站 Blanja1.2.1.3.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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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3.收集民众对于明年度财政预算案的意见 民众可以在这个月内把本身的意见电邮到有关网站 此外网民也可以透过脸书 Instagram或推特 跟新政府分享你的看法 只需要在贴文中 HashtagBlanja1.2.1.0.3.0即可 NTV7综合报道 本文字幕提供 in agreement 樱河 断 本文字幕提供 第4位 YES